各位觀眾歡迎收看見孔頻道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3號 剛剛前面我們是不是介紹過 南非龜甲龍的小苗 給各位參考 那影片連結就放右上角 那現在呢 我們要把那一盆的龜甲龍 其中有一顆呢 它一直沒有長出葉子 我們把它挖起來看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剛剛我有先偷偷挖起來看了一下 我覺得獨劍劍不如種劍劍 不是 獨樂樂不如種樂樂 因為我相信可能很多花油 想要再種這個南非龜甲龍的小苗的時候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它不曉得不清楚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影片來挖起來 大家看一看 欣賞欣賞一下 GO 好我們現在眼前看到的 這個就是剛剛我挖起來的 這個南非龜甲龍的小苗 那你看到的這邊就是一個根 那中間肥大的部分 就是它的筋 筋部的位 球筋的球根的位置 這個頭部的感覺有微微的 這個不小心動到 這有一點微微的感覺 像是要發葉子的感覺 好 這個角度來看的應該蠻清楚的 感覺有要發葉子 準備要發葉子 這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長的 比其他的龜甲龍要慢 那我們就是帶各位來看一下 這個龜甲龍的小苗 到底長什麼樣子 也許有些人好奇的 沒看過 那我們所以我們剛好 拍影片的過程中呢 就拍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把這個種子換個角度 看得到嗎 有沒有感覺好像有像 準備要長葉子的感覺 給各位看看 但是葉子還沒抽出來 哈哈 OK 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各位未來有興趣 養南非龜甲龍的朋友呢 就自己可以嘗試之前的教學影片呢 去種植看看 感謝收看 再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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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